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经济趋势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哈喽学文早 中心各位信众大家早安 好这一期经济学人还在检讨阿富汗嘛 对不对 对 好我们就来看这一个 这个阿富汗之后 他担心的是恐攻其实没有解决 所以会有下一场恐怖攻击 对他主要这一次 其实谈的是圣诞分子或圣诞主义 因为大家知道阿富汗 其实是圣诞主义的一个缩影嘛 所以大家如果在封面设计上看到的话 确实会让人有点担心 因为在鲜红的封底前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圣诞分子的黑白背影 不过呢比较可怕的是 在他后脑勺落印的 却是四个并排站着挥舞枪界的圣诞分子 那上面有一排白色的补充大字 下一个全球圣诞会在哪里 那这次经济学人其实用了非常大的篇幅 总共有13篇文章 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报道 在38页之后 然后呢分别在讯论第一篇 包括13页的Breathing专闻 亚洲版块有一篇 美国版块有一篇 这两篇主要写的是 留在阿富汗的人 还有还没 已经离开阿富汗 然后到了美国的这些所谓的难民 那另外在中东和非洲也有两篇文章 谈的就是阿拉伯世界 我想基本上 我把那个文章还是稍微combine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叶门 其实阿富汗事件之后 叶门正在燃放烟花庆祝 在索马尼亚 你会看到他们在分发糖果 在叶利亚 他们圣战的塔利班 如何通过圣战 推翻了犯罪政权 世界各地的圣战分子 莫不为克布尔的沦陷而欣喜若狂 他们凭借着意志力 耐心和狡猾 一群预算有限的圣战士 竟然成功打败了美国 接管了这么一个 规模不算小的国家 对于渴望驱逐异教徒 和推翻非宗教国家的穆斯林来说 他们认为这是上帝认可的一个实证 后续的联谊效果既广且远 在接下来的几天 拜登将不得不解决 他自己在克布尔遗留下来的混乱局面 迄今为止 那里的人仍然喧闹着要逃离阿富汗 这是他就任总统以来最危险的一个时刻 从长远来看 全球必须因应这个因美国溃败 而助长的圣战主义问题 主要的风险其实不在恐怖分子 会像2001年911那样 利用阿富汗作为打击西方的基地 因为富裕国家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安全保障 要进行当时那样的袭击太困难了 此外 塔利班不大可能接受那种 全球性恐怖分子大型训练的行动 因为他们更渴望后续能够得到认可 或者是援助 诚然 塔利班中的部分人会觉得他们有义务 帮忙海外的逊尼派的圣战分子 部分人会想援助他们在巴基斯坦的同战好火 这些想法会让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更加的不稳定 但在阿富汗国境以外 主要的连锁反应其实是心理层面的 塔利班的圣战会让其他国家的圣战分子 热血奔腾 并刺激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他们 某些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们 或许会受到鼓舞 开始犯下恐怖的行动 一些类似的攻击就足以散播恐惧感 以及扰乱某些国家的国内政局 比较糟糕的是 在某些比较贫穷还有淫弱的国家 例如那些对圣战分子正在制造混乱 或想要控制领土 或跟政府有着对峙情势国家的后续效应 在巴基斯坦在叶门在叙利亚在尼日 马利索马尼亚甚至莫山比克 这些情况已经开始引以出现 在亚洲非洲和中东的某些国家 圣战分子也在蠢蠢欲动 他们中的许多会开始问自己 如果阿富汗都能打败美国这个超级大国 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试看看 圣战者并不完全是一样的 他们中的许多其实不支持教义 许多人含彼此仇恨斗争 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喜欢嘲弄塔利班 是美国的走狗 塔利班上周在科布尔做的第一个事情 就是把南亚的伊斯兰国的领导人 从监狱中拉出来出事 大多数圣战组织的动机 是对当地政府的不满 这包括了那些掠夺性的政府 宗族或者是宗派分歧存在的政权 有着异教徒入侵历史的国家 也有这样的情况 然而他们也会受全面地缘政治的影响 在手机上 他们可以每天看到自己在国内面临的压迫 其实只是全球穆斯林被迫害的一部分 这包括了从新疆的古拉格 到加萨走廊的残酷 难怪当任何地方的圣战 取得一定的成功是 他们不但会感到自豪 还可能会激发某些行动的冲动 糟糕的某些政府为圣战主义创造了机会 当一个国家表现很差的时候 人们难免会认为交给圣战分子管理 也许会更好 即使他们没有拿起武器 他们也有可能默默支持那些想要拿起武器的人 许多阿富汗农村的人们认为 塔利班的司法虽然严厉 但总比现在的政府来得明快 腐败的程度更低 而且塔利班的严厉检查 没有那么多的掠夺性 这是塔利班接受权力阻碍比较少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是心里面的 他们获胜是因为美国撤出时 阿富汗其实不想为那个失败的政府奔战 类似的原则适用于其他地方 尼日东北部的圣战分子 很难被击败 因为当地人很讨厌现在的执政的政府 政府军官会将自己的武器 卖给游击堆来换取现金的收入 然而一旦圣战分子赢得权力 他们就会发现靠意识形态执政非常困难 他们渴望创造一个完美虔诚的社会 而且对偏离这一理想的人们 一向无情以及不容忍 这让务实的妥协变得非常困难 伊斯兰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的统治 只维持了三年 他把人们淹死在农内的习惯 逼得原本同级逊宁派的人士远离 除了烧杀掠夺 他没有能力促进经济的活动 他吓坏了外部势力和实业派的伊拉克人 以至最后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击垮他 塔利班上次统治阿富汗 也是一个可怕的统治者 未来发展的很大程度 取决于他们能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如果一群圣战分子不仅能夺取一个国家 还能把它经营得不错 那么各地圣战分子就会把阿富汗视为灯塔 塔利班高层目前竭力表现出一个务实的面貌 并坚称他们会好好尊重人权 但艰难的挑战肯定在后面 塔利班地面部队已经开始犯下一些暴行 即使是女性或鄙视新政权的许多阿富汗城市居民 其实已经习惯随心所欲的穿衣服工作和学习 加上阿富汗的储备 就是外汇存底已经被美国冻结 因此他们国家其实现在极短缺现金 阿富汗的经济停滞不前 物价处于飞涨 塔利班还没有提出一个可以振兴他的方法 相反的 他们警告阿富汗精英不可以移民 这些精英应该想出办法 阿富汗特军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是 在那些遥远而且失败国家发生的事情 不仅仅对生活在内的人至关重要 对全世界其他地区也很重要 今天喀布尔的灾难意味着更大的难民潮 更多的圣诞袭击 以及其他伊斯兰叛乱分子取得胜利的更大机会 这可能会影响许多国家的稳定 危及当地人 和在那里访问或做生意的外商人士 另外一个教训是 用纯粹的军事方法来打击圣战主义 收效甚为 长期的解决方案 其实是应该建立一个不那么可怕 不那么排他的国家 如果旧的阿富汗政府 再跟权力前客打交道时 不要那么的腐败和无能 也许今天阿富汗的韧性会好一些 同样 如果墨山比克的北部 泰国的南部 克什米尔或撒赫勒的广阔地区 能够得到更温和的统治 那么可能不会成为圣战分子的一个避风港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改善治理不容易 尤其许多易受圣战影响的国家 还遭受气候变化的困扰 更频繁的干旱 加剧着人们的不满 并激起了围绕水和牧场资源的冲突 捐助者可以提供更多的建议和现金 但最终还是要由当地人 自己来建立能够运作的机构 除非现有政权能够提供基本的公民服务 和类似正义的机制 否则圣战者的口号 听起来对很多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们如果从西方社会的角度来讲的话 提到圣战者心里头想的 当然都是残忍极端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经济学人 算是很务实的去面对 为什么塔利班他可以所向无敌 那么他里面提到的当然一个是 国际上面压迫穆斯林的那个形象 对不对 这个形象让穆斯林兄弟们 有一种同仇敌开的那种感受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失败国家 或者是失能国家的刺激 在全世界其实充满了这些失败国家 跟失能国家 其实这些失败国家跟失能国家 他一定会创造一些 可能是反抗军 可能是游击队 而这些在中东中亚的比例 还有北非的比例特别高 这些他到处都变成了 就是相对清廉 然后虽然极端 然后虽然执法非常的严酷 但是他至少相对清廉 对不对 然后相对能够倾听穷苦的人的声音 如果不去解决失能跟失败国家的问题 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就战争解决不了他 简单来讲 没错 最近其实经济学人有很多的邀稿 他在网路上我看了其实觉得还蛮精彩的 大家可以参考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传号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学文 接下来你要挑选的这篇文章是 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坛审计法规 我想有些人可能一下听到审计有点懵 对我也觉得怪 事实上如果有在关心金融市场或财经市场 最近几年 尤其欧洲和美国 有些国家发生丑闻 都是因为会计师 里面的审计单位的一些瑕疵 所以它里面针对的审计 其实特别针对的是四大 我想有些人对四大可能理解 有些人不理解 四大其实谈的是 全世界最大的四家会计师事务所 其实在台湾就叫 情业重信 Deloy 支撑 PWC KPNG 安侯建业 还有安永 EY 其实都在心理计划群都看得到 这四大 对在台湾都有 那欧洲其实开始有了一些动作 所以这一篇伦敦金融市报 它的大标题写的是 类似冰河的审计行业的改革 需要加快 然后补充标题写的是 设计一个在市场的占有率 可以提高他们的质量 和促进他们的竞争 我们来看一看最近在欧盟发生了什么事 英国政府正在就一系列 改革本国审计行业的提案 征求意见 之前英国发生了一系列 企业的丑闻 德国也已经在最近出台了类似的监管措施 希望会计师这个行业能够有比较透明 而且公平竞争的一个进展 英国政府表示 他们计划强制要求企业顾问一些 比较小规模的审计公司 来完成部分年度的审计工作 从而减少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过度依赖 不过英国的审计行业改革是一个微妙的平衡行为 它就像在一个更有效率竞争 跟提高审计品质的双重目标之间的拉紧 钢丝上互相拉扯 过于强调第一个目标的促进 往往会让第二个陷入风险之中 而加强第二个目标的达成 又可能会长时间的把潜在挑战者 拒之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门外 现在政府必须想方设法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案 从省计师提交的咨询意见来看 几乎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本身 也在自己目前的最好的前进方向有着分歧 尽管他们不热衷于政府提出的 所谓管理共享审计的想法 但这个想法可以通过 让挑战者参与大公司的整体审计 来建立他们的审计能力 EY就是安永和Deloy行业重信 更倾向于接受限制四大可以审计的 在FTSE35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数量 如果共享审计没有办法成功增进竞争 政府已经提议把这个选项先搁置 KPNG预见了设置比例上限 和共享审计会面临的挑战 PWC则认为这两种选择都不会提高审计的质量 在2018年发布了关于审计改革的必要性系列 深入文章之后 伦敦金融时报主张 其实应该设置一个上限 并结合对那些大型企业推动共享审计 60%的上限是伦敦金融时报的提议 尽管四大希望有80% 这代表他们其实在所有企业里面 80%是他们审计的 这很可怕 一个市场份额上限会引发一些潜在的问题 挑战者最终可能会尝试处理 超出他能力范围的审计 或者他们可能会拒绝参与太复杂的审计 进而增加了专注力的能力 四大可以选择他们最有兴趣的客户审计 把风险比较高利润比较低的客户 留给其他竞争对手 英国政府表示将以5到9年 重新审设托管共享审计提案的有效性 然后在必要时执行临时的市场份额上限 如果可以成功建立储备选项建议的安全网 或许英国可以更快的设定好上限的政策 例如政府建议监管机构 可以根据审计行业挑战者的能力 就新进者的能力 为挑战者保留哪些项目 监管机构可以首先为挑战者 分配更多的小企业去审计 然后逐渐把它们转移到 更棘手的-100审计中 相比之下 共享审计将是一项比较慢的引入竞争的方式 可能会有很多重复的工作 并最后证明成本更高 并且仍然可能无法提高审计能力和质量 有一家公司叫志同的审计主管 Fiona在今天早些时候就警告说 挑战者会计师可能最终会得到了相对排序后面的东西 显然重要的不是 是不要仓促进行旨在增强政府对监管机构信心的改革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向政府提出仓促的指控 他以极快的速度改革审计 和他周围的监管机构 即使改革到位 政府估计他托管共享审计提案 也可能要十年才能完成挑战 那鉴于现行的制度 质量和竞争都没有明显改善 政府现在必须努力进行推动改革 挑战者开始成熟 和现任者放弃部分主导地位的过渡期不可避免 不过政府必须采取尽快的行动 如果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 和最终改善质量和竞争 而不得不在审计上多花一点钱 那么这应该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这个或者讲审计或讲会计 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会计的改革 其实真的是有点刻不柔缓 但对他距离一般人真的太远 但是他跟一般的行业又太密切了 我想这个学位 你应该感受特别深刻吧 对啊 奉献我看你的亲朋好友 一定没有做会计的 如果有读会计的 他们其实大部分新进去前三年的 都是在做审计 就是你要派到一些公司 就是到台中 台南 高雄 我懂你的意思 去做审计 那就是翻所有的帐簿 然后去看这些单据 有没有正确 不过我们直接讲查账 其实就是查账 对 只是他的查账范围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广 他不是只看账本而已 对 那你知道吗 台湾有很多会计师 其实跟企业界的高管 关系也很好 那如果说有一定的交情 那难免审计出来 就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发生过丑闻 对 都是四大会计哦 都是四大会计师 所以其实现在呼吁要对四大改革的越来越多 其实他们已经被拆过很多次了 你知道吧 拆啊 合并啊 要求你啊 处罚 但是根绝不了 对 因为谁出钱 他听谁的嘛 是的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好 回到今天 接下来你看到的 要挑选的这篇文章 谈的是苹果的下一个十年 这是记忆学人的文章 对 因为8月25号 已经是Tim Cook 担任Apple的CEO满十多年了 那这一次记忆学人用了两篇文章 来讲这一个事件 然后分别在讯论第四篇第九页 还有商业板块第一篇第四十九页 那序论的标题写的是 苹果的下一个十年 补充标题说的是 苹果代表的那个 已经过去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 因为资本主义也在变化 Tim Cook必须重新适应 一个新的科技和全球化的时代 这也是我们在节目中 谈过很多次了 就是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不过全球化确实退位 然后疫情过后的世界 绝对不会再一样 那Apple也是一样 那我们看看它里面的分析 当我们现在谈到Apple的时候 尤其在台湾 你似乎很难不用 疫美的形容词 它是全世界 现在最有价值的一家公司 它的估值已经是2.5兆美元 其中的八成的基础 都建立在Tim Cook接任CEO之后 这个世界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CEO 曾经为一家企业 创造这么大的绝对价值 在这个礼拜 8月25号 庆祝它掌舵十周年之际 它可以非常满意地回顾国去 它没有试图模仿Apple的创办人 Steven Jobs 而是把Steven Jobs的创作做得更好 更大 大部分的成功来自 它保持了苹果的创新记录和品牌 不过 Cook也充分利用了正在消失的开放 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 它计划负责5年或更长的时间 它如何应对新环境 会成为Apple的下一个史诗的篇章 用其他科技巨头的标准来看 Apple也是尽显它的不寻常 事实上它成立的历史是最长的 它1977年就成立 跟另外四家Big File是不一样的 主要刚开始以销售硬体为主 目前主要由投资者 而不是创办人所控制 另外它更加的全球化 在本土市场以外的销售份额 已经高于Alphabet Emeron Facebook 和Microsoft 甚至是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 在Tim Cook的管理下 它其实善用了过去存在的四大趋势 第一个是供应链的全球化 它在供应链的全球化里面 建立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 零组件来自全球各地的 庞大生产网络 在它下个月准备推出的新款 iPhone 13 还没有推出来 就已经成功预售了9000万部以上 除了雇佣的中国工人 Apple还从中国消费者那里 赚了很多的钱 那是它善用的第二大趋势 它在中国的年销售额 已经是10年前的5倍 达到600亿美元 超过全球任何一家西方企业 而在政府对高市场占有率 放松管制的时代 Apple也成功地蓬勃发展起来 虽然手机行业 今天竞争非常的残酷 更便宜的手机 也有一定的竞争力 不过在高端手机 Apple一直独秀 它光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 就超过六成 在操作系统中 它也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它没有跟竞争对手公开竞争 而是从Google那里 获取了巨额的报酬 以换取 它把Google放到我们iPhone里面 作为搜索引擎的一个酬劳 最后一个就是 合法避税安排的趋势 这部分归功于Apple 使用了合法避税的法律结构 Apple在过去十年 它赚那么多钱 它缴纳的平均税率 竟然只有它税前利润的百分之十七 然而 这四大趋势 正在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威胁着全球的供应链 习近平的紧缩政策 削弱了Apple 对占据了百分之十八 中国市场份额的吸引力 它提出了共同繁荣的新口号 可能暗示着 它们会削减企业利润的后续动作 西方世界反垄断的目标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就来看 它现在遇到的挑战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不吝点赞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 丁学文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学文这一篇内容 谈苹果的下一个十年 前面把库克的成绩单 都报告了非常好 但是他利用的那个四波浪潮 不管是全球化的浪潮 然后中国大陆工厂跟市场 同步崛起的浪潮 然后包括了这一些 这些整个的 其他的合作相关的这些浪潮 但是这四大浪潮 在未来可能都走向紧缩 所以克克面对的会是 完全不一样的十年挑战 对 那众所周知 西方世界现在反垄断的主要目标 就是这些科技巨头 包括Google的支付 还有Apple的App Store 那堡垒之业的制造商 Epic Games 指责这些科技巨头 收取了过高的费用 今年由金河组织促成的一项协议 可能会逐渐迫使这些跨国巨头 你必须缴纳更高的税 那么Tim Cook的下一个十年的计划 究竟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他的成就之一 就是维护了Apple的保密意识 华尔街一向靠慷慨的股票回购 和关于公司战略的一些讯息 而努力生存 然而有些事情是很清楚的 Apple仍然会想方设法避台交税 不过他支付的税率肯定会上升 他将继续转身成为一个 以十亿用户需求而发展的 服务产业形态的公司 Apple仍然追求着精美的设计 和完美的制造 但他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有独而且不守规矩的 数位领域中值得信赖的中介 并进一步的可以收取可观的收入 并且继续尝试发明新一代的硬体 譬如说iGlasses和iCar 介意补充让iPhone成为 进入Apple世界的路径 然而目前TinCook有两个 最棘手的问题 第一个在供应链方面 虽然Apple已经把自己的 长期资产组合 大部分转移回了美国 这个比例从2012年的38% 现在是70% 但包括晶片公司台积电在内的主要供应商 对在美国进行生产不反对 但如果中美的分歧加深 或者Apple跟北京的关系恶化 Cook将需要远离中国 所以对将在中国产生的利润 和世界贸易都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文章最后一段提醒 与此同时 来自反垄断的热度 和Apple转向服务产业发展 都可能会催化 它和其他科技巨头的竞争 苹果今年年初就在影视方面 跟Facebook发生了冲突 它还可能更深入的推进 所谓的搜索电子商务 或娱乐相关的切入 打破各个科技巨头的舒适俱乐部 Tim Cook接下来的任期 绝对不可能像第一个十年那么成功 而他现在的任何决策 都会至关重要 一个地缘政治 另外一个是全球反垄断的浪潮 接下来这一篇很重要 经济学人要来谈 习近平在八月的时候 提出来的共同富裕 他如何解读 我很好奇 这一篇在六十页的自由广场 然后他大标题写的就是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 吓坏了中国的富豪 补充标题写的是 这个想法 正让大家从对中国科技企业的镇压 联想到财产税的推动的所有可能性 文章一开始他说 在2016年的一次演讲中 习近平就提及了一个 现在最困扰中国企业巨头 而且已经影响中国股市上涨的理念 就是共同繁荣 这个可能是最近让中国政府 开始打击补习教育 对互联网企业展开繁垄断罚款 甚至对零工待遇的指导方针 以及有可能推进的财产税科增 甚至鼓励中国部分企业 开始进行的大笔慈善捐款 都有影响 而所有的想法都指向了 所谓的共同富裕或共同繁荣 这个理念 习近平提到共同繁荣 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理念 习近平还说这个理念不仅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 也符合恐梦思维 他引用了论语中的一段文字 不幻寡而幻不均 不幻平而幻不安 大意是说不担心分得少 而是担心分配的不公正不公平 不担心人民生活贫困 而担心生活不安定 所以这个说法其实不新鲜 但他却在最近 他却是最近最重要的一个说法 据布伦伯的报道 这个词今年在习近平的谈话中 出现了65次 最近的一个例子 是强力执行共产党经济路线的 中央财政和经济事务委员会 他在8月17号的会议上 重点特别拿出来讨论了这个想法 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共产党已经澄清了 他没有什么特定意义 他并不表示每个人 最终会享用一样的财富 不是平均主义 不是 他想鼓励的是 仍然是那些自己能够创造财富的人 诚信做事 敢于创业的企业家是他鼓励的 平等主义的转变也不会发生 这个委员会本月份重申 应该以渐进的方式 逐步推进共同的繁荣 但这个目标仍然说明了 不会让现状存去 习近平在1月 坚称我们不能让贫富拉距 差距拉大 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家庭收入最高的 五分之一人口的可支配收入 已经是收入最低 五分之一人口的十倍以上 而城市的可支配收入 是农村的两倍半 根据CreditSweiss的数据 前1%的中国人 已经拥有30.6%的 全中国的家庭财富 而美国是31.4% 所以很类似了 不幸的是 定义什么才是共同富裕 非常繁杂 因为这个术语的踪迹 出现在大量和各种 可能的激励和劝戒 这些愿望可能值得称赞 也可能让人感觉悲哀 但这又取决于一个还没有制定好的细节 共同繁荣将需要 为不幸的人提供更强大的安全望 更好的养老金 更平等的获得公共服务 包括教育和医疗 并希望最后能够成为一个收入的 感染型的分配 就是中间丰厚 底部和底部比较薄 中国现在大概有4亿人的收入 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人民币 折合是1.5万到7.7万美元之间 支撑着一家三口 或同等水平的家庭生活 根据隶属于中国国务院的 智库发展研究中心的说法 他希望在10年内 把这个数字翻两倍 达到8亿 共产党表示 会加强税收管理 来消除不平衡 他将合理的调整高收入的税负 但他还没有说明 未来的税率或门槛 怎么来量化合理性 此外 根据一个咨询公司 叫Teniel的一个分析师的说法 中国政府在2018年 就对个人税收进行了全面改革 因此不太可能 很快再进行一次税率的改革 更有可能的打击逃税 和那些非法的收入 才是他们会做的事 本周 共产党的腐败监督机构就表示 他已经指示杭州市的 两万四千八百多名共产党干部 进行制裁 并主动承认任何从当地企业 非法借款或其他利益冲突的行为 大多数追求平等主义的政府 藉由税收 还有转移支付来达成这些目标 但中国的做法范围会更广 他还支持另外两种类型的再分配 就是富人的志愿捐赠 譬如说腾讯在8月17号 就公开向中国社会捐赠了77亿美元 那有时又叫做pre-distribution 预先分配 这可能需要改变国民收入 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 例如浙江省的一个共同繁荣示范区 就希望把劳动力占全省收入的比重 从目前的47.8%提高到五成以上 劳动份额其实很难很凉 更不要说操纵 由于全球化和科技变革这些深层力量 它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稳步下降 但中国的工薪阶层 可能会受益于政府 对零工工人的新指导方针 这些政策只在提高他们的工资和谈判地位 当然零工经济的投资人 会担心这些政策让他们的利益缩小 自这个指引发布以来 外卖巨头美团的股价下跌了18% 跟其他标志性倡议一样 共产党不会加强实现共同繁荣的共同方针 他在8月17号表示 他们会鼓励地方当局探索 适合当地情况的有效方式 浙江的城市正争先恐后 为各种举措贴上标签 以从缩小城乡差距 到鼓励民众的精神财富 随着时间的转移 成功的项目有可能被认为符合习近平的愿景 实际上他们的愿景 绝对还是围绕共同繁荣 好 学问他的结论是 他的结论是 其实这个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是一个政治问题 他们希望透过所谓论语的这种说法 来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基础 可能更大范围 看起来他要做的事情 他有各式各样的实验证在进行当中 每一个省都在竞赛 然后看谁做的结果 其实更符合他们的需求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时代的改变 这个大时代的改变会是一个什么面貌 其实没有人看得清楚 我们必须要持续的观察当中 要非常谢谢学文带来的这些文章 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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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